这期为你解读的是大外交 外交这个词啊 我们差不多每天都能在新闻里听到 听起来好像很深奥 也和我们有些距离 然而要给外交下个定义 其实也很简单 用最直白的话来说啊 世界上这么多国家 彼此之间打交道的方式 概括起来不外乎两种 动手的和不动手的 动手的就是战争 不动手的就是外交 因为在当今世界 战争的成本包括经济成本 和道义成本都越来越高了 所以用战争来解决争端的情况 越来越少 特别是在大国之间 而外交的作用呢 也就越来越重要 所以外交才是当今世界 最主要的运转方式 理解了外交才能看懂 世界风云背后的逻辑 而今天的世界格局 国际通行的外交准则 以及背后的理念 都是从17世纪直到今天 一点一点积累形成的 所以要真正了解外交 就必须要追本溯源 梳理这三四百年来的 西方国际关系史 这才能够看清 今天国际关系的游戏规则 是怎么形成的 了解过去和现在的大国 是怎么玩外交的 这一切背后的思维模式是什么 还有世界当下的格局 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 未来的格局又会怎么样 那么以上这些问题呢 都是这本国际战略研究的 经典之作《大外交》 将要带给我们的 那么说到这儿呢 我们要隆重推出本书的作者 亨利·基辛格 这个名字啊 想必很多读者都不陌生 哈佛大学博士 美国前国务卿 上世纪美国第一流的 政治家外交家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而我们呢 更熟悉他的另外一个头衔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 中美关系破冰 以及后来建立外交关系 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中 基辛格都扮演过 关键性的角色 在从事了大半辈子 外交工作之后 1994年 当时71岁的基辛格 出版了这本《大外交》 梳理了他眼中的 400年西方外交史 以及他对于外交的理解 对于未来世界格局的展望 说这本书 是他毕生功利所及 应该也并不为过 那么这本书出版之后 在国际政治领域 产生了轰动效应 海内外的评论家 战略家 史学家 对此都给予了 非常高的评价 比如 日本前首相 中曾根康宏 就把基辛格的外交理论 跟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 马基亚维利的政治论 相提并论 认为基辛格和他们一样 代表着各自领域的 里程碑式的高度 在媒体界 大外交也是好评如潮 比如 纽约时报评价这本书 精致 思辨 一气呵成 令人读完 受益匪浅 纽约克则认为 这本书 解决了我们这个时代 最棘手的一些问题 通篇 闪耀着洞察力 美国知名历史学家 沃尔特拉克尔 更称赞这本书是 三十年来最伟大的外交著作 中国知识界 同样给了大外交很高的评价 比如 中文版序言里说 这本书能帮你弄懂四个问题 四百年来的西方国际关系史 当今国际社会游戏规则的由来 美国外交行为背后的理念 和一个外交大师眼中 当下与未来的世界格局 看看 读一本书能顶四本书 那么说到这 想必你已经很迫切地想了解 这本大外交究竟写了一些什么 其实啊 这本长达七十四万字 三十一个章节的巨著 并不是一本关于外交的教科书 除了前两章和最后一章 是以论述为主之外 其他的都是在讲历史 而作者要表达的这些 像国际体系的发展 重要人物的决定性影响 以及他本人的外交理念 这些都蕴藏在历史当中 需要我们来挖掘和归纳 本期音频呢 我们也就用这种方法来讲 依照原书的叙述逻辑 讲历史 随时加入讨论和阐法 那么在开始之前 我们先要梳理一下 大外交写道的历史 这段历史跨度将近四百年 在基辛格眼中可以分为 这么五个阶段 第一 从离赛流时代起开始的 威斯特法利亚体系 第二 拿破仑战争后形成的 维也纳体系 以及这个体系下的 欧洲百年和平 当然了 这个和平啊 是打印号的 我们后面呢 具体再说 第三 是一战后形成的凡尔赛体系 第四 是二战 以及二战后的冷战格局 第五 是冷战终结之后 正在形成的 美 欧 俄 中 日 印 六巨头 多极化的国际格局 从这个划分 我们可以看出 在基辛格眼中 一个历史阶段的标志就是 存在一个能让世界各国 达成某种程度的平衡的 国际格局 他把这种局面称之为 军事 军是平均的军 事 是全事的事 注意 这是基辛格外交思想当中 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也是我们全篇解读当中 反复出现的词汇 这里的军事 和开展军事斗争的军事 是同音不同字的 只有理解了这个概念 我们才能够理解 美国在一些国际问题上的 立场和作为 好 那下面我们就 结合着历史来说 首先 让我们回溯到 距今四百多年前的 十七世纪 认识一位当时的政治奇才 红衣主教 黎赛刘 黎赛刘担任法国首相 十八年 一生充满传奇 也毁誉参半 比如 在大众马的三个火枪手当中 他就是反派大boss的形象 不过呢 基辛格很看重黎赛刘 是因为 基辛格认为 现代意义上的外交 就是由黎赛刘开创的 因为 黎赛刘提出了一个外交上最根本的原则 那就是国家利益至上 而在黎赛刘之前 欧洲国家之间频繁的斗争 很多时候是不顾国家利益的 国王们把宗教视为最要紧的事 很少考虑所谓国家利益 为了宗教观念 不顾国家利益的决策比比皆是 而黎赛刘主教就首先跳出了宗教的桎 把国家利益视为最优先的目标 他不择手段 纵横百合 把法国打造成为欧洲一流强国 黎赛刘的时代 欧洲经历过一场大战 就是三十年战争 欧洲各国一片混战 这场战争的一个重要起因 是基督教宗教改革之后 新教和旧教的对立 黎赛刘掌权的法国呢 也参战了 而且虽然法国是信仰天主教的 但是在黎赛刘国家利益 优先的思想下 法国站在新教一方作战 战后 各方缔结的和平条约 维斯特法利亚合约 大大淡化了宗教影响 而是突出了平等和主权 这两个当时新兴的概念 国家利益就逐渐摆脱了神权的影响 虽然合约签订的时候 黎赛刘已经过世了 但是可以看出 他思想的影响还在 维斯特法利亚合约缔结之后 宗教因素退居二线 国家利益走上前台 国与国之间打交道的准则和方法都变了 各个国家之间通过和平手段 来协调立场 解决纠纷的做法 还有相应的一系列外交准则都出现了 在这个合约基础上 确立起了一个新的欧洲国际关系体系 后世称之为维斯特法利亚体系 虽然这个体系不能确保欧洲的绝对和平 但是以后大家再有冲突 该怎么谈怎么打 都有了可以遵循的范例 在维斯特法利亚体系形成之后 欧洲的局面是这样的 法国成了最大赢家 我们再用军事理论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三十年战争之前 欧洲的局面是小国伶俐 除法国之外的另两个强国 奥地利和西班牙 尽管他们的王室都出自哈布斯堡家族 是亲戚 但也是各自为政 战后 西班牙 奥地利被削弱 其他的德意志各个小国 还是四分五裂 另外的潜在强国 普鲁士和俄国 当时都还很落后 也够不成威胁 所以整个欧洲大陆上 法国一家独大 这个局面一直保持到 拿破仑战争结束 拿破仑失败 法国才失去了欧洲霸主的地位 也就是说 从离赛流到拿破仑 这将近两百年间 法国是得益于他的竞争对手 特别是德意志诸国的分裂 这些小国 只要没有实力足以挑战法国的 那么法国就是老大 所以维持这种局面 就对法国有利 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军事 其他各国达成一种平衡 谁都不能强大到 对我构成威胁 那么对于处在优势地位的国家来说 这就是最理想的局面 但是 把军事战略玩到更高高度的 还是英国人 英国是岛国 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 更加不能接受 欧洲大陆出现一个足以称霸的强权 因为那样就会威胁到他们的安全 所以 当法国的霸权 发展到拿破仑时代 真的眼看就要成为欧洲的主人了 这时候英国联合了奥地利和俄罗斯 联手遏制了拿破仑的野心 在拿破仑战争之后 新的欧洲军事在英国 奥地利与俄罗斯主导下 形成了新的维也纳体系 而维也纳体系呢 让欧洲经历了有史以来最持久的和平 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说的第二个阶段 维也纳体系之下的欧洲百年和平 维也纳体系是欧洲军事战略的第一次全面事件 基辛格认为 1812年到1822年 维也纳体系形成的时候 跟他所处的时代 也就是冷战时期 有很多问题是很类似的 因此 研究维也纳体系可以建古通筋 研究如何结束战争 缔造和平和保持和平 在基辛格看来 维也纳体系 让欧洲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扩张 所造成的动乱当中恢复了稳定 而这要归功于两个大人物 他们就是 以谈判促成国际和解的英国大臣卡斯尔雷 以及 是这种和解正统化的奥地利首相梅特涅 顺便说一下 基辛格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这两位 基辛格强调 梅特涅和卡斯尔雷的努力 给了欧洲一种稳定的国际体系 使得和平得以维系一个世纪之久 而这种稳定得以实现的基础 就是军事 说白了 谁也不能太强大 并且大家都能接受这种定位 维也纳体系是军事理论 在国际关系领域的最大一次实践 五个欧洲主要大国 法国 俄罗斯 奥地利 英国和普鲁士 都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在此基础上 形成了一个 大家都愿意参与的欧洲协调机制 我们前面说了 这种军事对于英国最有利 所以 十九世纪成为了英国的世界 外部 是这种军事带来的欧洲和平 而内部 则是工业革命带来的进步 可以说 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而被打压下去的法国 依旧保持了大国地位 奥地利和普鲁士 开始争霸得意志 俄罗斯 则逐步蚕食 奄奄一息的土耳其帝国 意大利 在奥地利的控制下 依旧是四分五裂 虽然 基辛格高度评价维也纳体系 说他让欧洲经历了百年和平 不过 这个说法呢 其实是不太准确的 因为维也纳体系 头四十年 确实是保证了欧洲的和平 但是 后六十年 则充满动荡和变化 甚至 连实现和平的基础 也走样了 和平的局面 也越来越不稳定 那么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所谓前四十年 后六十年 分水岭是 1853年到1855年的 克里米亚战争 英法帮助土耳其 对抗俄国 并且打败了俄国 这场战争就重启了 欧洲大国之间的 直接军事对抗 但是 这还只是开始 后来 又出现了两个大人物 正是他们 打破了维也纳体系 达成的欧洲军事 这两位就是 法国皇帝 拿破仑三世 和普鲁士的 铁血宰相 比斯麦 维也纳体系的初衷 是限制法国 独阀欧洲 为此 维也纳体系 给德意志的定位是 首先不能像以前那样 分裂为三百多个小邦国 那样挡不住 法国人东进 但是 又不能让德国 彻底统一 因为一个统一的德国 对欧洲来说 太强大了 那么就跟法国称霸 没什么区别了 所以 德意志诸邦当中 最强的两个 奥地利和普鲁士 继续充当中欧的平衡器 但是 到了拿破仑三世的时代 情况变了 拿破仑三世 是拿破仑一世的侄子 1852年成为法国皇帝 随后就打了 克里米亚战争 在战争获胜之后 他就更膨胀了 想重现 拿破仑一世时代 法国的辉煌 为此 他就得打破 维也纳体系 对法国的束缚 与此同时 在普鲁士 比斯麦也希望 德国能在 普鲁士主导下 实现统一 维也纳体系 也是他的绊脚石 对拿破仑三世 当时的英国首相 巴迈尊 就是发动鸦片战争的那位 他曾经评价说 拿破仑三世脑子里的 新想法出现之快 如同一窝兔子 所以 拿破仑三世的外交 是毫无章法的 他盲目支持意大利独立 与奥地利开战 时而拉拢俄国 时而结交英国 把欧洲搅得是一团糟 所以 等到比斯麦和奥地利开战 欧洲的重强国 已经是各怀鬼胎 根本没有默契 来召开会议 通过外交来解决了 而普鲁士战胜 奥地利之后不久 拿破仑三世 又轻率地跟普鲁士开战 被打得大败 他本人下台流亡 普鲁士也正式统一了德国 虽然比斯麦非常谨慎 见好就收 也没有进一步地 刺激英国和俄国 但是 一个统一的德国出现 这件事情本身 就已经打破了 维也纳体系达成的军事 这个体系也就运转不下去了 之后的和平 靠的就不再是 大家对于维也纳体系的认同 而是当时的欧洲五大国 英法德奥俄 彼此的互相牵制 英国不希望再看到 欧洲出现一个强国 所以 拿破仑时代法国最强 他们就重点防范法国 同样道理 统一之后的德国 取代了法国 成了新的欧洲大陆最强国 所以 英国人也就转而把德国 当成他们新的防范对象 而法德结仇 法国必定是倒向英国的 至于奥地利 虽然也被德国打了 但是彼此迈非常有远见 给了他们非常宽松的停战条件 再加上 毕竟是同文同种 所以 德奥还是走得比较近 这时候就形成了 英法一方 德奥一方的局面 这两方 谁能拉拢俄国 站到自己这边 谁又能取得优势了 比斯迈通过高超的外交手段 策划了三皇同盟 把德奥俄三个君主国 拉到一起 但是 这个同盟有一个先天裂痕 那就是 奥地利被赶出德意志之后 重组为奥匈帝国 此时 他们只能向东南方的 巴尔干半岛发展势力 而巴尔干地区的居民 大多是俄罗斯的亲戚斯拉夫人 俄罗斯呢 也把巴尔干 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所以 奥俄两国的矛盾 是没法解决的 这个同盟 也就没法长期维持 果然 后来俄国脱离三皇同盟 倒向英法 而德奥 拉上刚刚统一的 次级强国意大利 双方形成了 两个不共戴天的军事集团 彼此对峙 而且 同盟中的弱势者 比如俄国 他们的战略就是 一旦发生冲突 务必要闹大 只有闹大 才能把强大的盟友 英法给拉进来 增加自己获胜的机会 这个时候 所谓军事 已经变成了 军备竞赛 不打则已 一打 就必然是毁灭性的 到了191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 就在俄澳争夺的 巴尔干半岛爆发了 至此 维也纳体系带来的 一百年的 欧洲军事与和平局面 也就彻底不复存在了 说到这儿 我们又该为 维也纳体系 做一个总结了 基辛格的评价 可以概括为 这么一个结论 军事 无法让国际社会中 每个成员都感到满意 军事 就是在 永恒的不满意 和暂时的满意之间的 一种动态平衡 而国际政治 就是在这个平衡中协调 不过 维也纳体系 在基辛格眼中 是十分成功的 至少 比之后的 凡尔赛体系 成功得多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说一说 凡尔赛体系 这个体系的初衷是什么 有哪些不足 又为什么 短短二十年就土崩瓦解呢 第一次世界大战 打了四年多 死了两千多万人 参战的四个王朝 德 奥 俄 三个都被推翻了 只有英国王室 幸免于难 最终 英法所在的 协约国集团 获胜了 仗打得这么惨 可以说啊 大家事先 谁都没有想到 那么打完之后 就更有必要 商量一下 咱们建立一个新的国际体系 来保障和平 1919年 参战各方在巴黎召开会议 商讨休战事宜 这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巴黎和会 在巴黎和会上 先是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一个 旨在和解的方案 还提出建立一个国际联盟 来解决日后的国际争端 以此来避免战争 可以说啊 这个想法很好 但是没有可行性 因为对英法这两个 主要战胜国来说 第一次世界大战实在是太残酷了 战争双方积累了太多的仇恨 因此 在战后和平谈判时 战胜国有点激动 政治家们想效仿先辈们 在维也纳会议上的谈笑风声 但是却未能达成一个 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案 最终 维尔逊放弃了他过于理想化的方案 和会形成了凡尔赛体系 但是 这个体系有先天不足 因为他在两个主要问题上 刚好基调相反 第一 他在经济上允许战胜国 严惩战败国 比如 奥匈帝国 奥斯曼帝国都被肢解 德国呢 也被割了地 条约签署两年后 法国又向德国 索取离谱的高额赔偿 德国干脆宣布付不起 这些行为 都让战败国对战胜国充满仇恨 不但没有平息 甚至可能加剧了德法两国的彼此仇视 这样 就无法形成 基辛格说的那种 对达成军事来说 至关重要的共识 第二 与此同时 在政治上 凡尔赛体系 又对战败国缺乏约束手段 而这又是因为 美国没有加入 他们首先倡议的国际联盟 德国也没有加入 苏联被拒之门外 所以 国际联盟的约束手段和权威性 是非常有限的 他们宣称 富有执行和平 及纠正不公的双重使命 而这一使命 主要仰仗 全球舆论的道德力量 至于 舆论无法解决的问题 就留给经济手段 英法美苏德 当时全球最强的五大势力 有三个不参与 这样的国际体系 是不能维系的 看一眼世界地图 就知道 凡尔赛体系先天不足 美国和俄国不参与 中国受了委屈 德国怀恨在心 只剩下英国 法国和他们的小伙伴 在玩这个游戏 凡尔赛体系当中 处境最坏的 竟然是胜利国 法国 德国虽然被削弱 但依旧是强国 足以抗衡法国 而德国东边有波兰 奥地利 匈牙利 杰克斯洛伐克 南斯拉夫这些小国 更东边呢 还有一个咄咄逼人的苏联 这让德国有足够的借口 重新武装和拓展势力 果然 国际联盟维护不了世界和平 也没法阻止德国 走向纳粹独裁和军事扩张之路 巴黎和会之后20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 凡尔赛体系 仅仅存在了20年 就图崩瓦解 比基辛格推崇的 维也纳体系差得远了 在本书当中 基辛格甚至认为 即便希特勒不存在 凡尔赛体系 依旧是不堪一击 德国依旧能很快地 获得强国地位 这个止胡的国际新秩序 还是会毁灭 顶多是惨烈程度 可能会低一点而已 好 凡尔赛体系的情况 以及它的不足 我们就说完了 那么下面的第四部分 我们来说一下 二战和战后的冷战格局 凡尔赛体系的失败 根本原因是 美国 苏联和德国 都没有参与这个新的国际体系 也就不能达成军事 当时世界的五大势力 三个不参与 这样的国际体系 是注定不能维系的 二战之后 欧洲的政治版图 再次被重新划分 德意志帝国分裂为两个国家 世界也按照意识形态 分成了对立的两个阵营 只不过 由于核武器的出现 双方谁都不敢再打一场全面战争 而是就这样彼此对峙 这就是冷战 从大外交的第17章开始 到第30章 基辛格讲的都是冷战 而这也都是 他作为研究者 甚至决策者 亲身经历过的历史 基辛格笔下的冷战 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包括冷战开始 西方的遏制政策 朝鲜战争 匈牙利事件 柏林危机 到越南战争 然而 从朝鲜战争到越战 上述这一系列的事件 美国都并不成功 至少是得不偿失 没法在冷战当中 占得明显的上风 于是 就有了基辛格外交生涯中 非常浓墨重彩的一笔 那就是1971年的秘密访华 这个故事啊 我们都很耳熟能详了 在这里呢 我们不说细节 而是把这件事 放到冷战背景下 用外交的视角来看 那就是 中美从破冰之旅 到1979年正式建交 这是双方 在冷战环境下 为达成新的国际军事 降低苏联的威胁 而做的努力 这可以说是影响 甚至改写了冷战格局 1972年初 美国总统尼克松 在时代周刊表达了 军事是维系 长久和平的重要手段 因此 美国将维持一个 有强大的美国 欧洲 苏联 中国 日本的世界 如果几个大国 能相互制衡 世界将更美好 更安全 尼克松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因为两大阵营的逐渐形成 国际社会 虽然勉强得到了军事与和平 但是这是一种 低水平的军事与和平 说军事 美苏形成了 基于核威慑的恐怖平衡 说和平 北约与华越 两大军事集团是剑拔弩张 大的层面上冷战 小的局部地方 偶尔也热战 甚至走到过 全面开战的边缘 值得庆幸的是 美苏在各自的集团中 都有绝对的话语权 而且他们都知道 核武器时代 要是大国之间打一仗 那代价是谁也承受不了的 所以 在古巴导弹危机之类的紧要关头 他们都知道 必须要慎重应对 也有能力及时叫停 没有真的打一场核大战 最终 冷战以苏联解体 东欧巨变而告终 但是 世界因此而变得更好 更安全了吗 恐怕也未必 我们看看新闻 就能得出很多的反例 而这个时候的基辛格 也已经离开了政界 那么 对未来的世界格局 它是如何展望的呢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五个 也是最后一个部分 在美国政治家眼中 如果未来世界能从美苏两极对峙的格局 发展成美国 欧洲 俄罗斯 中国 日本为主体的国际关系新格局 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 这就是 大外交所说的军事战略的高明之处 当苏联轰然倒塌时 美国立即开始寻求自己的新定位 基辛格在大外交的最后一章当中 谈到世界新秩序 作者认为 21世纪的国际关系格局 更接近18 19世纪的欧洲民族国家格局 美国应该跳出两大阵营的四围 基辛格判断 世界上最少得有六个强权 美国 欧洲 中国 日本 俄罗斯 可能再加上印度 另外有许许多多中小型国家 但是 令基辛格十分担忧的是 这些强国都缺乏驾驭多级军事的经验 尤其是美国人 美国将要面对的是一个多级化的新世界 美国人需要打交道的国家 有的跟他们有价值观上的隔阂 有的有迥异的历史经历 有的有现实或是潜在的利益冲突 如何处理这种全新的国际格局 对于美国人来说 这将是一种全新的经验 因此 在大外交的最后 基辛格在回顾欧洲军事史的基础上 给美国领导人提出了忠告 首先 冷战后的世界 美国成为硕国仅存的超级大国 有能力在全世界进行干涉 可是 权力已经变得越来越分散 冷战胜利 使得美国进入一个类似1819世纪欧洲国家体制的世界 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基辛格非常推崇的维也纳体系的时代 各个大国之间在共识的基础上达成某种军事 值得注意的是 本书出版于1994年 距今已经有20多年了 书里写的未来 其实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当下 对比现实 我们更要赞叹基辛格的预见性 在冷战结束之初 美国一度看到了观察家称之为 单级世界或一个超级大国的世界 但是今天 美国虽然仍然稳屈头号强国 但是 更多级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 美国一抄之外 多强也更加明细 比如 恢复元气的欧洲 还有崛起的中国 印度 而美国的外交能力呢 实质上却还不如冷战时代 好 现在我们可以总结一下 这本大外交的核心内容 在本书当中 外交大师基辛格 以史时代论述 讲了他眼中的 西方外交四百年发展史 他认为 哪些能带来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国际体系 都是依赖于军事 这也是他一生外交思想的核心所在 那么 一个稳定的国际体系 如何才能实现呢 基辛格提出 稳定的先决条件 是一种能普遍接受的合法性 再加上切实可行的政治安排和外交政策所能实践的方法 对照历史可以发现 成功的国际体系都是满足上述条件的 而凡尔赛体系这样的不能持久的 或是冷战这种充满危险的格局 则是因为没有一个能被各方都认为是合法合理的共识 用这个思路再比对现实 我们就能明白 为了这个目的 美国可以鼓励中国发展 也可以遏制中国崛起 美国可以扶持欧洲和日本 也可以打压他们 美国可以制裁削弱俄罗斯 但是绝不能让俄罗斯覆灭 这就是军事战略 大家都不能完全的满意 也不能下决心拼死一搏 这就是基辛格在大外交艺术当中 传达给读者的外交真谛 感谢观看